你好,政治揭露啊,喂,大家好啊 這部片播出是1月19日的 其實有一個叫做 我見霍啟岡出手是藝法局主席 就開始剪走了一個資助 香港戲劇協會搞的香港舞台 劇頒獎典禮,就不給他們錢了 康民署也不會給他們搞頒獎典禮,不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我覺得霍啟岡抵讚的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是廢物徵廢那件事情 其實應該要講的 好,那我們先入正題以,請大家訂閱 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或晚上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首先我們講講一些副題 這件事其實是一兩天前的 香港政府終於 堅定地為提升香港治安 是全香港會再增加 安裝二千個閉路電視 其實那些黃絲呢,很多時候 狗說呢,我覺得香港政府真的不需要理他們 正如藝法局不需要理他們 劇協那些禽家產的 不知道再去就不知道再去咯 是不是 其實呢 那些禽家產說你走出街 你在街上被人看見的樣子 竟然說那個是私隱 你不要走出街嘛,禽家產 在街上走說是你的私隱 那些商鋪 那些商鋪的 就安裝了閉路電視 那又說你洩露你私隱 那你又不追究那些商鋪 但是政府就不准裝攝錄 去拉賊 喂,大哥,你走得出街 就已經代表著 你是公開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 那如果你是一個賊 在商店拍到你 啊,殺人爆竊 但是我們都要知道他 沿路那些攝錄 看到他走什麼路線 才去拉他 知道他去哪裡窩床 可能中間有閉路電視盲點 但是你們這些黃絲呢 在肥佬黎的年代 不斷吹水 是不是 就說這些是私隱 這些人濫用私隱概念 老實實 政府終於不理這群混蛋了 會裝的了 其實應該搞智能登署了 是不是 為了保安 你在街上的話 有什麼叫私隱呢 是不是 社會 你需要安全 是不是 如果我說 譬如說舉例 我做一些望遠鏡 望進去 你住的那間屋 就規避你私隱 你走得出街 就不要說私隱 我認為 除了這件事之外 都會說回魏法局那件事 魏法局做得好的 即是我動過很多次霍啟江 因為霍啟江在他治下 他們霍啟江 資助了很多運動員 即是你說 他們這群運動員 很多都很紅 什麼五家朗 穿黑衣參加奧運 2021年 各樣東西 其實呢 霍啟江終於被人罵得多 是開始就會發覺 這些運動員 藝術界 是不應該 去黃的 即是你受得政府資助的 你就不要黃 你黃的就不要受政府資助 是不是 你看到呢 因為迪志遠的混蛋 說歪理 又說什麼寒蟬效應 寒蟬效應 寒蟬效應 就是他將它污名化了 是不是 即是 現在要言論自由 你言論自由不要緊的 是不是 你 你要言論自由的話 哎呀 你要抨擊政府 甚至說你要 反對政府 跟著什麼 要講西方的LGBT 人權 任你說 不要緊 你不要拿政府資助 是不是 但是現在你說 中文大學 受政府資助 但是推廣一些 同性戀 性變態的生活模式 哲學 那些公帑 為什麼用在這樣的大學 推廣一些 性變態的文化呢 這樣 那你最後 是不是灌輸一些洗腦 令到香港年輕人不想生育呢 這樣 香港教育界很多這些垃圾 還要清除的 還要清除的 那你藝法局 這次這個做法是對的 你專旨 就說 現在上一屆 2023年 就做了一個 頒獎禮 跟著要找蔡玉玲 找一下專旨 其實裏面呢 找到杜琪峰 即是一大堆很黃的人 就在這些頒獎典禮裡面 說一些東西裡面 陰陰濕濕 含沙射影 甚至是 暗示損毀香港政府 有國安法 很難啊 說完這些事情 就是為什麼你們做舞台劇 要顛覆社會呢 要顛覆一國兩制呢 你有這樣的風險 人家就不資助你 是不是 藝法局的錢 為什麼要資助你們 去搞黃呢 專旨是一個 港獨分子 很清楚的了 多次抹黑香港政府 你找這個人頒獎典禮 就是你抬高專旨啦 是不是 你跟政府敵對啦 你要用政府錢 又要敵對政府 就是說你用專旨的話 就是你要推翻這個 一國兩制的香港政府 其實是暗示的意思 但是呢 你們呢 現在就說 哎呀 我們收了你政府很多年錢的了 我要保持收錢 保持顛覆政府 這個合不合理呢 然後滴致遠就說 哎呀 韓善效應啊 喂 那你們搞這麼多 啊 你們很多言論自由的 但是政府 有權選擇 資助哪種人 發揚他們的那種藝術咯 是不是啊 你那種藝術 原來就是要 要趕佔中的 要支持黑暴的 什麼呢 戲劇協會外務秘書 呃 外務秘書莊梅癌呢 2019年高調參加黑暴的遊行 犯修例的遊行 即是你黃的人 一定要收政府錢 又要去反政府 那現在政府做得對的 啊 這個莊梅癌 和啊 蔡玉玲攬頭攬頸 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著你們 根本想顛覆社會 顛覆一國兩制 那OK 所以霍啟江就說 喂 再支持你們 可能會有違法風險 不會 不用了 香港的公帑 我覺得呢 霍啟江呢 像樣一點 就是我之前呢 罵他呢 沒有罵錯了 如果他 多些管理香港的運動員 和藝術發展 阻止這些呢 有危險傾向的人 去領受公帑呢 那霍啟江就值得支持了 這個 你說 哎呀 你何志光這麼反覆的 這樣 他做得好我就會贊的啦 是不是 我不會說 我只是死罵爛罵 罵你霍啟江的啦 你做得好 如果你周梁淑儀 Sorry 你葉劉淑儀 如果你 你真的有事是做得好的 我不會罵你的嘛 譬如說你說 二十三條不應該白痴草案 那我也很認同的 不過有時候 我未必 記得出聲讚你 不過這件事呢 我很認同 你說 不 諮詢二十三條 不需要搞白痴草案 我認為 OK的 啊 就是葉劉這件事 我和你同立場的 這個位 但是你說 撤蠟啊 其他東西 我當然是罵到你 糟糕啦 是不是啊 你說支持LGBT同性戀的話 那補充回來 那補充回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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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補充典禮啦 那補充典禮啦 舞台的充充典禮裏面呢 其實就兩個主持呢 其中這位男士呢 是個男主持啊 就是女主持和男主持呢 曾經呢 就用了一分鐘的時間呢 說過呢 就說 哎呀 有條紅線這樣 在那裏 棄藥 這個呢 香港政府 就說呢 其實暗示二十三條 以有所知 那我覺得呢 那個棄藥呢 當然啦 已經是一種反政府意識啦 但是呢 我覺得最大問題 仍然是專子啦 那你給他做一個呢 班長巴彬呢 那你呢 阿如鳳城他的時候呢 但是這個人呢 是一個港獨分子 反政府分子 你收政府錢 就不應該呢 吹捧港獨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啦 補充是這麼多 如果你說說回呢 垃圾經費那個問題呢 我覺得呢 都幾嚴重的 因為呢 垃圾經費那裏呢 很多網友問 喂 其實怎麼搞呢 我們呢 因為住一些大廈的嘛 是不是 那些 那些 香港人大部分住大廈 就不會說像 在外國啦 就是我不知道呢 在台灣的運作是怎樣 因為台灣呢 那個社會裡面 如果在台北市呢 都是會幾多大廈的 但是呢 如果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一句說完了 你一梯八火 有些大廈 或者一梯 五六火都至少啦 那你 現在扔垃圾去後樓梯的 那如果你去扔垃圾去後樓梯的時候 那是你亂扔 那怎麼搞呢 這樣 不知道怎麼搞 那你說 哎呀 那你就叫 管理處 會一層過 電梯的走廊 裝攝錄 那你裝攝錄 就很麻煩 要成本 接著現在又說了 由於呢 現有的法例呢 就已經講到明了 管理公司一定要處理垃圾的 所以管理公司呢 究竟包不包底 去整 如果那些人亂扔垃圾的 是不是要故意 管理公司買好整個膠袋呢 那膠袋要錢的 跟著呢 那些人手要請額外工人 裝多些膠袋又怎樣呢 那因為那些是不對的膠袋嘛 那你又要在外面 封一個對的膠袋 這樣 最後的政府就說這樣不行的 因為呢 那個扔垃圾的人不負責任 亂扔 不肯抽起那些可以補充的 那現在說要他給錢他才肉赤 肯做環保嘛 那現在問題就是 管理大廈的管理處怎麼搞呢 那如果他很多人都沒有公得收 又亂來 而且在街上究竟 是不是你廢了那些垃圾桶去呢 如果街上你不廢垃圾桶的人 那些人就去街上丟 那就是說你在垃圾經費的問題上面 事實上大家不斷想到一大堆問題 那你政府這樣實施的時候 即是好像港島沒什麼招 他說繼續國家有垃圾桶 但是你只可以丟少量垃圾 那少量是什麼定義呢 現在四月一號了 兩個幾月後就去實施了 大哥 你研究了 我數以連計 但是你現在呢 你堅持要搞 那我以為你好有料到啦 但是你好像呢 說不到一樣東西好 令到我會覺得你 你是實施到的 不會製造混亂的 其實譬如說舉例 你有沒有些廚餘可以recycle的一個結構系統呢 好像有的嘛 有些屋苑可能有一部廚餘機的嘛 不過你政府就說 哎呦不想浪費錢這樣 那但是我見到呢 就是我自己啦 就是我的小朋友在加拿大住啦 是吧 我老婆在加拿大住啦 沒辦法啦 為了他們教育 那但是他們呢 就去扔垃圾的時候呢 連廚餘呢 都是可以recycle的 真正要扔的垃圾呢 可以縮到很少 那但是現在廚餘你有沒有特別的處理方法呢 你recycle只有三樣東西嘛 跟著呢 又要人送外賣 特意要陸在什麼什麼 譬如說陸在 陸在這個 紅磡 陸在不知哪裏 這樣 那裏就會多些分類了 嘩大哥啊 即是哪裏這麼多人這麼神心的啊 那裏說有七八種分類嘛 跟著那些省電膽啊 就是你政府其實現在 你環保處 是不是一個騙飯吃的 的一個政府部門呢 即是這麼多年你搞環保的話 你好像垃圾分類啊 那些你只有三種 跟著你說搞環保工業啊 那些你又不是做得多 那你想怎樣呢 現在你說雷尼風行要搞垃圾分類 但是看來又有無數無盡的漏洞 跟著那些人說 住在村的就好像說 我亂丟垃圾啊 我丟在山上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收我錢的嘛 我不是在家門口丟了 還有我駕駛車 我住村屋的嘛 駕駛車 在街上亂丟了 這樣搞啊 如果你這樣搞的 就是原本這個 免費收垃圾結構 那些人都 都肯和你丟垃圾的 但是如果你一說收費的 那我就拿一塊垃圾去遠一點 亂丟了 放在車上 那以後交 交易公園周地都是垃圾的了 政府有什麼方法執法呢 那謝展環又說不到一些 令到我 他可以解決到問題的方法 啊 就是呢 我看一下進一步 他會怎麼樣啊 因為這件事情呢 就來殺到來 大家都在這裡討論的啊 那將來會怎麼樣呢 我等在政府回答了啊 那些人都會說 那些人都會說 我等會說 我等會說 我等會說